英机场 中国航空运营被赋予强军新军的使命 守护祖国蓝铁的都市 作为典型的军民共用领域 也庆应了产业融合发展 服务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是空军120机场 我是空军120飞机两项 奉命为你复航 2022年9月16日 第九批88位派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遗骸回归节 邮金20为运20复航 执行接引第九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 这也是首次双20略阵长口 云20被誉为大国坤胖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大型运输机 其机体外观宽大圆润 也被网友们戏称为胖妞 云20具有航程员载重大 速度外出特点 从抗震旧灾到抗击疫情 具备强大的运输投资力 浑红御风展翅 飞过大江南北飞跃远洋的背后 毕竟是无数次 夜色降临 五都西安渐渐进入了梦想 而在延凉机场的试飞站里 一群人彻夜未灭 2013年1月26日清晨 运20完成了最后一次整体检验 试飞站正式签发了防飞单 下午两点 严良机场跑到两旁 站满了身着深蓝色光光的员工 和参业单位的代表 共同期待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机务工作 厂务工作 一定准备就绪 申请报告 同意大型运输机 001驾机 按基准的试验大纲 准备 两号百八一 工作一切正常 随着发动机震而愈 风陨车 云尔灵开始加速 短短一段铸跑后 云尔灵乘风而起 一飞冲尖 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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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两点四十八分 让中国告别了不能自主研制生产大型运输机的历史 这是新中国航空业的里程碑 在这具有重大力神秘的时刻 无数人 心急而停 大型军用运输机除了能够承担兵力和物器装备的机动运输 后勤和物资支援等远程运输任务以外 这种平台还可以经过加改装 从而变身为执行空中预警 侦察电子对抗 以及空中加油等作战任务的新型特种飞机 大型军用运输机在完成军事任务的故事呢 它还可以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承担完成抢检救灾 应急救援等任务 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行李 首飞的成功仅仅是开始 孕儿林要想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执行运输任务和人道主义救援 就必须对其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安全飞行品质和正常投送能力进行充分验证 更多的测试挑战 接踵而至 在真实的环境下 对飞机的功能性能进行考核 通过这个考核呢 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 处理问题 最后解决问题 相当于一个就是说抽小鸭变为白天鹅里过 中国疆域辽阔 亦是西高冬低 化约热带亚热带等 和温度带和京藏高原气候区 这些要求大型运输机不仅要具备较大的航程较高的巡航高度 还要具备适应多种温度和极端环境的起降努力 北疆飞高寒 南国飞高温 西部飞高原 天南地北的挑战极限环境飞行 成为了示威员们的日常 2015年1月 运尔林测试团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高寒实验 测试团队在极寒条件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然而运尔林却嘶吼密射武器 本物行飞 将上千个参数准确传回地面 是非结果表明运尔林具备中国极寒地区使用能力 道成亚丁机场海拔高度4000余米 是大型运输机高原测试的最终场地 高原空气稀薄含养量低 这不仅是对飞机性能的一次检验 也是对航空人的一次将战 高原第一个考核的就是起楼架 这个腿不行就 前轮麻烦就大了 前轮还可以 那咱们转弯的时候这个前轮 前轮一辆都紧了 是非机组驾驶运尔林在世界最高机场成功进驾 意味着运尔林圆满完成了这次高原试飞实验 在接连机场极限考试 运尔林又进行了大测风测试 积水跑道高速滑行起落 一系列测试 无论是非品质 实践科目准备等 运尔林均创造是非历史上新写 全面验证飞机限定数据 以超出世界先进机器最高试飞数据标准 圆满完成试飞鉴定 运尔林 TOW calidad 运尔林的尘封延续 实现了中国航空武器装备 纠正引升上下 向大型化预 推动部队战略装置 成为科技进步 国家强盛的标志 如今运20的航迹 已经遍布亚洲 非洲 欧洲和大洋中的地 以航迹搭建起 与世界人民交流的领域 在运20研制过程中呢 首先是乘系统 全领域 全过程 突破了大型运输机 研制的所有的关键技术 掌握了百分之百的 自主知识产业 其次呢 我们是举全国之力 构建了全国 全行业大协同的 这么一个联合工作的 这么一个模式 发挥大家的力量 来突破 我们研制工作的 各个难关 航空工业 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 关键领域 也是最具产业融合发展 潜力的行业 随着航空工业产业链的 不断开放 引领推动了一批 社会化产业的发展 如今 航空工业技术应用 涉及航天 高铁 画海大桥 深海探测 领域 几乎涵盖了社会发展 和百姓生活的 方方面力 在中航西飞 新一架 运20开始机身调资 机身调资 是飞机机身 大部段精确对接的前提 也是机身其他部件 能够精准安装的基础 运20机身庞大 全长约50米 机头与机身大部段的调资 对精度要求极高 天差不能超过0.5毫米 这相当于在一个篮球场上 不能出现芝麻力大小的误差 整机的姿态有问题的话 它的机翼肯定就是个偏的 垂尾也是偏的 起落架也是偏的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辅助 机身调资 是运20装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通过机身调资 运20就能够得到最佳机翼姿态 保证战机发挥最优性能 达到这种极为苛刻的精度要求 得益于运20采用的数字化装配方法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日渐成熟 我国飞机制造业从传统装配工艺 逐渐发展成数字化制造装配检测的新模式 大型运输机的综合制造能力也跃上新台阶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运20就是我国飞机数字化装配技术应用的领先者 第一次接手数字化装配的工作 内心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就是这自己心里没点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好 通过数字化系统对机器人进行适配调试 引导他们顺利完成飞机调资 制孔等工序 相比传统人工测量精度大幅提高 毫米级范围内的微调 人的肉眼已经完全觉察不到 只有在操作屏幕上才能看到 机翼正沿着不同方向与机身进行最后对位 调资结束之后 专家团来对结果进行验收 这个结果像超乎我们预料的 他们实现了这个0到1的突破 一个是效率者 第二个的话就是装配的精度 这一块的话 完全是我们的手艺这一块 就差不多不服不服下 如果说战机的装配体现了航空工业的水平 那么战机零部件的制造 则体现出航空工业的实力 而这里有着更为苛刻的精度标情 巨大的冲击力 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这就是运20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这震撼人心的气氛下 一场空头比武竞赛的大幕也即将拉开 此刻比武的开始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张宇来自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曾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三次 先后直飞过运7 1276 运20等多种运输机 丰富的个人履历 足以让人惊叹 这位入伍20年 荣誉满身的飞行员 是如何练就过硬飞行本领的 作为这次空头比武大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他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 代号昆鹏 2013年1月 运20首飞成功 第一次将中国带入了国产大型运输机时代 2016年7月 运20首次列装空军 标志着空军投送能力 外出关键性一步 2022年1月 运20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飞行一万余公里 将33吨支援物资送抵汤家 从国内到国际 运20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多样化 航迹也越飞越远 极大的提升了我军空中投送能力 也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的名片 除了昆鹏这个代号 在飞行员们的眼中 运20还有一个爱称 从第一次见到运20 张宇就喜欢上了他 为了能和这架先进的运输机合二维 张宇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空军第一批选拔 改装120的飞行员 当时我很荣幸就参与了这次的选拔 实际上改装的话 它不仅仅是改进行装备 对我们飞行员来说的话 是改大脑 就是把以前的这种思想理念剔除掉 新的知识装进来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 实际上难度还是很大的 运20作为一款先进的运输机 需要飞行员有全新的思维方式 与它优异的性能相匹配 即将开始的空头比武 不仅具备浓烈的实战味道 而且也是检验人机结合程度的绝佳舞台 为了给团里赢得更多的荣誉 作为机长的张宇 此刻就想拉满弦的功 充满了力量和斗志 他期待自己能够在这场空头比赛中 再次证明自己 就是我们飞机按照计划的航线 我们进入七点 进入七点前还是检查 消灵好飞机的状态 特别注意施压 这块跟后舱空投员这边协同好 进入七点以后呢 就是注意准备开舱门前的一个工作 这边的话除了这个 运20作为军用运输机 担负着空投 空降 空运等任务 此次比武竞赛 包括准时到达 精准空投 和精准着陆等内容 对飞行员来说 难度最大的就是精准空投 这个空投它设计的要素非常多 有飞机的 有货物的 有人员的 有靶场的 有设计各个方面 所以说每一个方面都要充分的准备好 才能够更好地保持安全 精准空投课目 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之间的 默契配合要求极高 只要发生一秒误差 落点就可能出现上百米偏差 更让张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此次空投是在三无条件下进行 那么 什么叫三无条件呢 就是指无地面引导 无气象资料 无靶场标识 这种完全贴近实战的复杂考核环境 会给张宇带来哪些挑战呢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边也有三 如果当时能量都不好 就是看不到界面的话 但是你可以越快 越快但是你要跟我说 距离比赛还剩不到一天 作为机长的张宇 穿梭于室内外 他要争分夺秒地和机组人员 反复进行协同演练 把一些细节问题在地面解决好 在我们的实际的空投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执行军事任务 那么里面装的就是一些武器装备 一些弹药之类的 如果是这个执行非战争军事 比如说救灾 那么里面可能装的一些 就是食品药品之类 今天就装到飞机上 因为明天早就要执行任务 那预祝你明天空投顺利 好的 谢谢 空投比武即将开始 然而机场突然起大雾 能见度越来越低 空投的难度陡然增加 因为我们瞄准的是 未来战争的战场需要 反正不可能说等着好天 等着外里清空的时候 什么天气都有可能 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 章鱼有条不紊地驾驶着运20 缓缓滑出 飞向空投区域 此次考核模拟的是江河岛礁上的精准空投 货物着陆点靠近河流滩土 而且地势高低不平 飞行员的空投时机 哪怕误差一秒 都可能导致着陆点与目标点近百米的天理 而货物一旦落入河流之中 就代表着成绩无效 在实战中就意味着空投失败 我们离地三尺基本上就带着风险 那么我什么时候进行投放 我现在是顺风还是逆风 整个它就要进行一个计算 事实上 精准空投在抗震强险救灾等任务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些灾情严重或是地形复杂的特殊地区 普通陆路运输无法抵达 精确空投可以高效实现物资投放 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地面裁判组第一时间到达了目标点附近 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着张语机组投放的瞬间 准备准备 头下头下 还不错呀 右边这个还可以 右边这个可以 两个的差不多 数秒钟后硕大的散花在空中绽放 真准 哇 哇 成绩很好 啊 成绩很好都很安全 两件货物平稳落地 裁判员立即上前查看 先把硬刀散减了 快赶紧 这个是具体绑绑最近的啊 就定这个火柴 可以可以 马上一公里了啊 随着飞机精准平稳着陆 章鱼次次考核顺利结束 尽管所有人都感叹于章鱼空头的精准性 但是在他看来 这都是正常发挥 作为一名驾驶国之重器的飞行员 苦练基本功是职责所在 但真正让他难以忘怀的 是一次代表中国空军的救援任务 那一次 章鱼驾驶着运二零以最快的速度把救援物资顺利送达阿富汗 给当地灾区的人民带去了希望 之前也是偶尔的出国 但是近几年 飞运二零的话 去过的国家就更多了 像俄罗斯啊 越南啊 柬埔寨啊 印度尼西亚 阿富汗 然后巴基斯坦 这些国家都去过 航地的话再逐渐的拓展 未来的话肯定会更多 作为中国空军的先进运输机 运二零的航迹已经遍布亚洲 非洲 欧洲 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 2022年8月31日 中国空军派出运二零远赴奥地利 参加空中力量2022航展 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飞行 飞行员张立志和机组人员 按时抵达了奥地利的 财尔特维格机场 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 于2022年9月2日至3日举行 来自20个国家的200架军用 和民用飞机参展 被称为欧洲最大航空展 这也是中国空军 首次派出运二零 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 当时在那边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就是用很疑惑的眼神 看到我 就指着飞机问 Made in China 我感觉他们不敢相信 我说Yes 然后有的人还会问我 You fly here by yourself 我也是很肯定的 回答答是Yes 我们是自己飞过来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飞机 在那边的话 是整个航展上最大的飞机 然后我们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涂装 包括我们的飞机在那看着也是最新的 然后他们不敢相信以为我们是在欧洲组装的 在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 笑眯眯的昆蓬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被誉为可亲可爱的和平之音 很多华人华侨专前来打卡 与昆蓬同跨 然后有些留学生也是义务的充当欢意吧 因为那边讲德语讲的多 当时看他们眼神吧 我就感觉到一个是欣慰 我在身处异国他乡在腰院的欧洲 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运输机飞过来了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自豪 他们可以在任何人问他们 这是我们祖国的飞机我们的五星红旗飘到了这里 一些华人华侨连夜购买五星红旗只为在运20前面拍下合影 因为运20不仅仅彰显着中国空军捍卫和平的实力 也代表着来自中国的诚挚友谊 运20作为中国空军先进的大型运输机 它能执行的任务不只是物资和人员的远程投送 以运20为基础研制的空中加油机 运游20更是大大延伸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作战半径 我们运游20与殿16编队通常是我们日常训练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斗编队战术之一 展示了我们最常用的战训加油常态 这次执行加油任务的是机长教官郭正 作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郭正荣立两次二等功参加过多项重大演习任务 远赴多地位空军战机执行加油任务 飞行经验十分丰富 油20的优势有很多 首先他自己飞得高飞得远 他输出的油也比较多 作为通飞运20运游20的飞行员 郭正真正做到了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飞机 但是在刚接触运20时 他也曾经是焦尽脑汁 我刚开始去改装的时候第一天就把我吓到了 我一到工厂的时候 这个工厂就给我发了大概有这么一摞的厚的书 如山的资料 厂家的密集授课 运20的高科技含量 促使飞行员要学习更多的内容才能驾驶它 善于总结的郭正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当时我就是想把老师给我讲的这些好的内容 我就逐渐处理成各种小笔记 就是把这些特别复杂的这些逻辑 复杂的这种关系 把它全部都串联起来 编写了一本 比较浅显易懂的 比较适合于我们飞行员学习的一本 运20的一个改装教材 郭正为飞行员量身定制了一本 十一万字的教材 他这个是一个以飞行员的口吻 来讲述这个飞机的 他讲出了我心里需要的那个东西 然后对于我的学习上来讲的话 也是少走了很多弯路 有了之前运20的编书经验 当部队换装运游20时 郭正很快就编写出了另外一本 针对星机型的教材 加快部队星机型战斗力的形成组 所以他也成为了飞行员们的准心部 准备油棒 准备放两侧软管 驾驶运游20在空中进行这样的高难动作 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在这个汽油的作用下 它这个软管其实是一直在颠簸 这个软管它是一直在震动的 就像我们射箭一样 这个靶心它一直在画圈 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剑正中靶心 受气流影响 飞机颠簸过大 软管始终无法顺利对接 提醒一下 就是你注意好 高度或者说注意好 对接的速度差 保持高度的控制感 保持 凉 一臂 右侧对接成功 左侧对接成功 经过机组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调整飞机状态之后 两架歼16战机成功和运游20对接 顺利执行完空中加油任务 机组人员都长出了一口气 就在郭正机组心情愉悦地飞回机场时 地面的气象通报 却再次让飞行员的心揪了起来 地面气象呢 跟我们通报 和地面的颈风 已经达到我们极限了 当时应该说感受还是比较明显 迎着强劲的地面风 副驾驶员的操控变得艰难 教员郭正立即接管了飞机的控制 风速太大了 火机操纵 加点右门 再加点 消化速度再增加10公里 好的 保持住 这种颠簸的情况下 就像人牵牛一样 正常你牵了牛 牛是肯定跟你较劲的 他不会牵你的话 凭借丰富的经验 郭正并没有和地面风对抗 而是在柔和的调整飞机姿态 以巧劲应对强风 最终驾驶运游20 安全落地 不过 应对各种恶劣的七项条件 也只是运游20飞行员所要掌握的其中一项技能而已 他们还会把精力放在如何应对来自敌人的威胁上 现在运游20危机正在进行左右盘旋激动 德行激动自由 难道作战 即可可发生破决 可使地面去呼火力描述 避免被迫 避免被迫 对于军的地牌 在那种大军机来说 大部分转弯中 这种大坡斗的盘旋和转弯的飞行动作 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蛇行机动 就是我自己感知到了 我自己探测到了 有这个危险 或者地面告诉我了 你现在不能落 那我就要快速做 我们有自己固有的就是一套机动动作 就应对不一样武器的威胁 遭遇地面火力威胁 降临门 收真声 待改上升 下时运温牛20进行蛇行机动 经常要挑战飞机的飞行极限 这对飞行员的精准操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波度 高度 高度 两百六 波度可以小一点 波度 去那幅度吧 驾驶运游20这样的庞然大物进行剧烈的机动动作 可不是短期进行学会 这相当于在地面上开着重型卡车做惊险的特技驾驶 这需要飞行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做到人机合一 大膨展翅九万里 长空无仰 任搏机 正是运20及其衍生机种优异的综合性能 和飞行员过硬技术的完美结合 才能让中国空军有了长足的发展 才会助力空军航空兵在未来的战程上 迈出更强劲的角度 北冥有鱼 齐鸣为坤 化儿为鸟 齐鸣为鹏 大膨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运20飞机 官方代号是昆蓬 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种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那么和战斗机相比 昆蓬看上去是 汉太可居的 它有一张非常可爱的圆圆的脸 笑眯眯的眼睛 以及胖胖的身躯 所以我们也都叫它胖妞 和其他运输机相比呢 昆蓬又有着宽广的身躯 而它的机高 大概有五层楼高 机长呢 有四十多米长 一展展开有五十多米 运20的列装 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 第三个自主设计和研发出 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国家 标志着我国航空设计制造能力 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诞生之日起 昆蓬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网红 还记得我第一次 见到昆蓬的时候 是在2013年 他的第一次转场飞行 平静我不 见到他 我当时内心非常的激动 澎湃和振奋 可以说他的诞生 是几代人的情怀 几代人的梦想 时隔八年 当我们再次相遇 他成为了我的一名新战友 韩红梅 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飞行三大队的一名飞行员 是我国第七批 女飞行员 从1999年 招飞入伍以来 他已经飞行23年 飞过六种运输机 如今 他已经开始驾驶 我国最先进的国产运输机 运输机 运输机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词 作为实现空军战略转型 提高战略投送能力的关键装备 运20的列装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驾驶昆鹏去战斗 同样也少不了我们这样一群追云逐月 向战而飞的女飞行员 他们是第一批驾驶运20的女飞行员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因为表现优异都曾立过军功 让军功章在胸前闪耀 他们都经历过哪些考验 又将如何驾驶昆鹏飞得更远呢 和以往运输期不同的是 运20座舱内的设备更加智能化自动化 飞运20的飞行员除了要有更好的体力 还要承认更多的行中工作 运20飞行员不仅仅是单纯的驾驶员 他们在座舱里看上去虽然很平静 但大脑和手上的动作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因此会耗费更多的精力 那么运20飞行员的一天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这天 谭虹梅将要作为机长和机组成员一起飞行 我们也将跟踪记录他一天的工作 运动达人这个是 每天都坚持 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的 对 我们考试就三公里起步 肯定多跑一点嘛 现在运20他要求的时长 在上面待的时间更长嘛 这个跑步他锻炼耐力嘛 我们下期见 1號 4號 2號 3號 ści 6號 8號 VBC 關 海浩 对于飞行员来说 每一次的飞行都意味着新的挑战 作为机长 谭红梅则更加严谨细致 马上入云了 可能会颠簸 注意机警安全带 飞行中遇到了云层 战机开始颠簸 在23年的飞行生涯中 谭红梅遇到很多次险情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 那一次执行任务时 她所驾驶的飞机刚入云 就遭遇了中度结冰 结冰对于飞行安全来说 威胁非常大 她会导致机翼失去生力 战机很可能因失速而坠毁 紧急关头 谭红梅打开加温除兵设备 降低飞行高度 迅速飞出了结冰云层 最终完成了这次任务 而这一天 谭红梅驾驶运20 又遇到了复杂气象 飞机开始不断颠簸 叫出防兵检投页 打开发动机防兵 降低飞行高度 那我们就向左侧 上方方向机动吧 降低飞行高度 现在从目视和雷达上看 天机都已经过去了 申请回航路 虽然谭红梅驾驶运20的时间不长 但她并没有慌乱 按照特勤处置预案 她安全驾驶运20返回机场 看到今天飞机老师说 飞机整容飞了哪样 今天飞了不错 今天大家看这个气温比较高 风向风速比较乱 低空的话状态不容易保持 气流比较稳乱 从整体操作来看的话 应该是下滑都比较稳定 着陆动作 飞机下沉控制都比较好 飞机着陆基本上 没有更多的感觉 没有更多的感觉 那时候控制还是不错的 临近傍晚 谭红梅的训练还没有结束 还有更具难度的夜行 在等着她 姐姐的后面今天晚上夜行 换一架飞机 我现在就要上吗 啊对先去那 啊还有一点时间 五点半的时间时间 中间有个四五十分钟吃饭 休息稍微休息一下 哦哦下面时间是准的是吧 是吧 在记者的镜头里 韩红梅一直形色匆匆 抓紧一切时间 是她身上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然而她并不是特例 空军飞行员 正是凭借这种争分夺秒 勇于拼搏的精神 才能驾驶昆鹏运二零 展翅蓝天 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 2013年1月 运二零首飞成功 将中国带入了国产 大型运输机时代 2016年7月 运二零列装空军 标志着空军战略投送能力 迈出关键性一步 2019年10月1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阅兵市上 运二零三级编队 迷秒无差 飞越天安门广场 歼二零运二零 直二零 作为二零家族成员 齐聚一堂 2021年8月 运二零飞赴俄罗斯 首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项目 2022年1月 运二零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飞行1万亿公里 将33吨支援物资送离汤家 这是截至目前运二零航程最远的一次任务 近十年期间 运二零航迹延伸至境外多国 运二零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 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的名片 近十年期间 以运二零为代表的多型飞机 频频飞高原 上原海 跨沙漠 出国门 多次执行重大任务 人民空军的行气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飞行员们也越飞越自豪 柳璐 同样是我国第七批女飞行员 她曾驾驶中型运输机运期 多次执行国内任务 自从几年前改装一二七六之后 她一次次飞出国门 也经受了更多的考验 这个箱子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的 像这个和平使命的这个建议章 这就是我们参加出国任务以后 他们给我们发的 因为出国都面临的就是 不管是地面保障啊 还是跟当地人的沟通交流啊 语言环境啊 就是跟国内肯定是有很大不同嘛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考验 这枚和平使命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让流露至今难忘 那一年流露接到任务 驾驶一二七六飞机远赴非洲 接中国第二批赴苏丹达尔富尔 维和直升机分队的官兵回国 当时流露是机组里唯一的女飞行员 为了让维和官兵准时回到祖国的怀抱 流露机组决定连续作战 长时间飞行 飞行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就在距离苏丹 还有半个小时的航程时 塔台传来的一句问候 让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因为一进外国都是英语嘛 突然就出来一句中国话 就当时觉得特别新鲜 说哎呀兄弟们 你们终于到了 我们在这盼望你们很久了 这种使命感让流露至今难忘 而在异国他乡 见到维和官兵的第一面 也让他记忆深刻 因为他们毕竟在非洲 那么艰苦的环境 又有风险 就有枪炮声在周围 想起的那种环境里 然后在那里工作 然后一待一两年 晒得都很黑 然后也感到很荣幸 很高兴地把他们换房 接回祖国来 一天就回到北京 然后他们那个迎接的仪式 一点都没有完 机组安全顺利完成了任务 刘璐也被授予了和平使命纪念章 中国空军最开始走出国门 然后在异国他乡的上空 想起中国空军这个呼号的时候 就是心里虽然很高兴 但是还是有一点遗憾 因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是进口的其他国家的飞机 当时就是非常盼望 能飞上我们自己生产的这种 大型的运输局 去到别的国家去展现 我们中国空军的风采 就是这个愿望终于能实现了 所以就非常兴奋 非常高兴 运20列庄后 刘璐、谭虹梅和所有的飞行员一样 都在争分夺秒的训练 就是为了能够早一天驾驶 昆盆、翱翔蓝天 而他们也因为出色的表现 都先后荣立进攻 其实女飞行员不仅互相比 跟男飞行员比 还会跟自己的另一半比 像我媳妇经常说 你们感觉到这个东西 是照顾我们 说感觉到 我不能让你们去吃这个苦 有些任务不想 其实她说我们没有 我们感觉我们能做得了 我们能去 我们也能飞 你们认为消耗体力 或者是挺艰苦的地方 我们这个苦我们是能受的 谭红梅的爱人张浩 也是一名飞行员 作为机长 飞行骨干 张浩先后参与执行了 汶川抗震救灾 利比亚撤侨 马航失联客机搜寻 尼泊尔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 容力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三次 多字被授予和平使命纪念章 我飞的机种可能比较多吧 从最小的叫运五 然后运七 一二拐六 到现在 从小飞到大 然后就是出国的任务 最早时候一年有个一次 或者是有个两次的出国任务 我们就要准备很长时间 然后后来变成了 一年有五次六次 然后十次 甚至更多次 夜一深 谭红梅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她的脸上丝毫没有疲惫 几组成员都有一些兴奋 在全场机场的时候 也是带着我们一块成长 然后在二年之后 也是同时 然后她也交给我挺多新的知识 然后我们都互相共同学习 互相进行 整个运行过程 大家还是很愉快 我们的探讨 随着夜航任务的完成而结束 而对于谭红梅和战友们来说 最精彩的永远是下一次飞行 驾驶昆鹏飞出更远的 寒记 等到还能没有接触吗 你这个好多东西 我今天去实习了一下 因为好多设备就感觉到 这个程序化 对 那都是按钮 然后它需要你用很多 口诀的记忆方式来增强记忆 谭红梅和张浩互考理论知识 交流应用心得 这是两人生活中常见的场景 未来 他们也会驾驶运二灵 在更高更远的天空 比翼齐飞 不管是抗争救灾 还是张力运输 或者是就是国内 还是国际上 就是彰显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吧 就是不如使命 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在自己的岗位 我会在自己的站位上 随着飞行生涯 时间越短 这种使命感 也是越来越紧 大鹏一日同风起 足摇直上九万里 每一次起飞 都践行着飞行员 始至报国的诺言 每一枚军功章 都镌刻着广大官兵 奋斗强军的担当 如果说战斗机是拳头 大型军用运输机 就是肌肉和臂码 是世界军事大国 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 作为一款拥有超临界机翼 起飞重量200吨级的 多用途运输机 昏横首飞至今 上高原 飞远海 跨沙漠 出国门 历经多年磨码 大国重器的实力不断提升 大型运输机研制 是对一个国家技术能力 经济实力 工业配套能力的综合考验 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的运输机工业 经历了从仿制到自主研发 从小型 中型到大型的艰难化跃 2007年 运20大型运输机项目悄然启动 从几十吨小飞机 跨越到200吨级大飞机的研发体系 无疑是中国航空史上 规模最大 难度最大的 工程研制任务 运20尾翼 呈大梯形 结构复杂 整个尾翼一半以上的部件 都涉及现代航空工业中 难度极高的复合材料技术 同时 垂尾重量控制和成型问题 也是整个尾翼的关键难点 变船飞行控制技术 是现代飞机的另一项核心技术 也是飞机先进性能的重要标志 大型运输机的载重量高达几十吨 载重量突然变化的瞬间 飞机重心如何变化 如何保证飞行的安全与稳定 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数百次技术攻关 数项关键技术突破 昆蓬终于展翅高飞 就因为我们刚刚的就是 本一の mmm 幻灯 104 1005 1005 1006 1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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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004 1005 运20的独立研制和正式列装空军 标志着中国成功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 几代航空人的大型运输机之梦终于实现 现代战争用是高速、机动和深入敌后作战 大型运输机已经成为作战飞机之外最重要的辅助机型 而在军事任务中大型运输机的空投能力直接关系着部队投入战场的速度 影响着未来战场的主动权 戈壁深处 大型装备从运20尾门呼啸而下 空降部队以令人瞩目的三门四路移击方式实现快速三降 大型运输机的必备技能之一就是重装空投 也是战略空军的重要标志 重装空投只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单舰重量在一吨以上的装备或物资 由于重装空投时飞机重心变化幅度大 一直是军用运输机的高难度高风险客目 设计多项关键技术 十几吨的散兵战车从千米高空落下 着陆顺势速度相当于从五层楼高度下落到地面的自由落体顺势速度 降落伞能否在强风及不稳定气流中正常展开 着陆缓冲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这些系统的工作难度随着空投装备重量的增加而成倍增加 目前世界范围内重装空投的极限重量约为十余吨 只有散降系统和着陆缓冲系统上的巨大突破 才能打破这个瓶颈 中装空投的另一个难点就是空投精度 取决于飞行的精度和稳定性 投放和散降系统的稳定性 如今 昏蓬庞大的机体装配着新型航电系统和电船飞控系统 能够飞得更稳 投得更准 圣下时节 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 三架运二领大型运输机听令起飞 展翅云天 他们将要在万米高空完成一项不同寻常的训练任务 此次任务 他们将要在空中完成西行编队飞行 这对身形庞大的运二领来说是个不祥的挑战 运二领域机的话机动性就没有战斗机这么强 你要飞编队的话 特别是飞那种密集编队的时候 就是那个量 量的掌握非常重要的 大飞机因为它的这个重量比较大 贯量也比较大 在操纵起来的话是十分有难度的 万米高空上 三架飞机的间距只有八十米 已经逼近极限值 七八十米 实际上两个这个一间就把它去掉 实际上也就三四十米的距离 非常震撼这个 飞行编队训练 是检验云二领在实战中投送能力的一项重要的课 新闻扩展方便 新闻1.5 新闻1.5 来你们废评 好 我到1.7 第二次作战 比如说我要空投武器或者空投人的时候 一架架的去 一架架的去 一架架空投场 你利用力不就低了吗 如果我三架飞机 我同时飞到空投人 我同时投 就是效率就非常高 他叫张磊 空军航空兵某团 首批参加改装运二领的飞行员 作为骨干机长 张磊安全飞行时长近万小时 同时也是一名特级飞行员 特级飞行员是飞行员等级中最高的级别 成为一名特级飞行员 需要具备安全飞行时长 过硬的心理素质 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密切的空地协同 因此 每次挑战高难任务时 都少不了张磊的声音 我明显感觉到张磊就要的那种操纵能力 我们这种副驾驶现在目前是可望不可及的 就是每个动作要做到这个精英和准 特别是这种密集编队 因为你只要动作 你稍有差势 就是增加危险系数 编队飞行的协同配合程度 直接关系着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作战效能 此刻的张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睡 您收一门简直华肖队 谢谢 现在我们间隔离正常要大 间隔正常 我早点停 现在围练房 蓄力房 肯定转换 外聊 下数 455 460 现在我们为什么 老鼠头去 122 过程 先靠小路好飞 3 2 1 签字我先住 反正一开手上好飞 最终 经过五个小时的飞行 张磊和战友完成了此次高难课目的训练 尽管再次挑战了极限 但这也是张磊的飞行生涯中再平常不过的事 在成为运20机长之前 张磊驾驶过六种运输机型 安全飞行时长已经累计7000小时 在战友眼中 张磊就是高标准的代名词 他平时就是不苟言笑 但是他对于飞行技术的这种追求 确实指在我们年轻飞行员这种钦佩 驾驭国之重器 抗游五周四海 是每一名运输机飞行员的梦想 几年前 张磊所在的空军航空兵卯团 要选派四名飞行员完成运20飞机的改装工作 张磊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是考虑 一定 首先必须是飞行教官 飞行教官就意味着你的飞行等级 已经升到了最高的一种状态 120飞机一旦装备以后 后面肯定紧接着就是 而来的就是面临大批的改装 所以说我们的飞行教官的选拔 在于他的这个 不仅仅是他自己具备这种快速的这种接受能力 而且他要有这个教学能力 要达到非常强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潜意识里我还是非常渴望改装这个飞机的 那一年 43岁的张磊 与他带教过的飞行员站在了同一旗跑线上 张磊叫以前运营带我飞过 年龄可能比我年长一些 他也是首批机长 平时四级下感觉他压力也很大 要记的东西很多 如果激烈肯定是比不上年轻一些的 这个笔记做得非常多 改装运20之前 张磊驾驶运8运输机已经5000小时 但是运20与运8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 这时的老资格老资历反而成了包袱 张磊必须要向这位 与他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 道别 要把以前的那些经验改掉 因为飞机比较老旧以前运8 还是有些差距的 昔日的荣誉已封存起来 面对行李学习 模拟驾驶 改装训练 张磊需要不断的过关斩将 能不能当好首批改装学习的探路者 这些问题始终在张磊的心中回旋 张磊讲完以后 张磊自己回到房间 自己还得再把今天飞的回想一下 看优点在那 犯了什么错误 就怎么样避免后面 看优点 张磊 张磊 看优点 改装结束后 张磊凭借迎难而上的拼近 以全优的成绩顺利担放机长 成为了一名和合的运二龄教官 正式走上了新的站位 然后心里边一直盼望是这一点 就是早点帮我们的飞机 飞回我们的团队 当张磊驾驶第一架运二龄飞回本场时 机场附近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群 他们都在期待着属于自己的第一架运二龄运输机的到来 对自己来说是有一个交代 对组织来说的话 我完成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 打了一个胜仗 然后他作为首架飞机接装的同志 能把飞机安全平稳顺利的接回来 应该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学成归来后 张磊成为了单位战斗力培养的孵化剂 上高原 练编队 试空投 他与昆鹏一同在探索的路上 努力成长 在张磊心中 只有飞机的极限 没有技术的极限 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嘛 飞机的设备啊 各方面又重新再熟悉一遍 作为一名军人 就要时刻面对挑战 在宿舍楼内的这面荣誉墙 张磊每天出入都会经过 摆在最显眼位置的 是一棚从地球另一端带回的土 这是从唐家运送救援物资的时候带回来 我们去的时候 跑道已经清早出来 在廷吉平跑道边上的草地上 逼的都是这种火炉味 2022年初 南太平洋岛国苍家 发生海底火山喷发 这也是有遗弃记录以来 地球大气层内发生的最大暴涨 应汤家请求 中国两架运20 执行赴汤家运送救灾物资任务 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正是张磊 接到这个任务 这个准备时间就两到三天时间 当然跟我们时间很短 当然就去规划航线 他们下的任务就是非常着急 尽管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 但这次不同寻常任务 张磊俊要挑战诸多第一 对于飞机它是种考验 对于整个机组也是考验 因为这辆航线咱们没飞过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在太平洋上空 一万无计全是大海 看不到大陆其实那种压迫感 还是比较粗的 受火山灰影响 飞赴汤家的民航航班都已经停止 在空中的火山灰 一旦进入飞机发动机 也将产生致命的影响 一个是它会损伤飞机的机体结构 会打伤打风玻璃 最严重的是它会损害发动机 一旦对发动机造成损害的话 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所以飞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孤独那种感觉 飞着晚上你看着下面啥也没有 海上那个灯光地表基本没有 太平洋上空天气变化快 云层覆盖面积大 张磊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做出判断飞越云层 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云高 都能达到这个一万以上 很难去飞越 所以需要去绕飞 绕飞的话 它如果说这种范围比较大的话 你又要考虑这个油量 所以绕飞的这个距离就有限制 不能说就是说三五百公里 想怎么绕怎么绕 将近三十个小时的飞行 即使是休息的时间 张磊也完全不敢放松警惕 直到飞机抵达汤家首都上空时 张磊和战友才松了一口气 看到汤家跑到 下次就觉得很放松了 不言万里 终于把路子给送到了 心里边就是非常高兴 当地时间上午11时 张磊驾驶运20 稳稳地停在了汤家首都 鲁库阿洛巴机场 中国驻汤家大使馆工作人员 和华人代表 手持五星红旗在机场等候 张磊也把祖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传递给了汤家民众 身为特级飞行员 张磊一次次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 累计安全飞行近万小时 容力二等攻一次 三等攻三次 是听党召唤 文明而动的 先锋击掌 2022年八一舰军节前夕 空军发布消息 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运游20投入新时代 练龄备人 运游20和歼16 开展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 提高了实战化训练水平 火台与运游20昏凤的汤 不仅自己飞得远 也能让其他战机飞得更远 优优独播剧场 聚焦强国立任直击强军征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媒体周刊 力见 今年9月16号 人民空军大型运输机运20 在歼20战机护航下 接迎第九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大国重器双20列阵长空 接英雄回家 这是昆鹏第三次执行该任务 飞越崇山峻岭 跨越广阔大洋 如今 月20承担使命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 今天就要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 看新一代大型运输机昆鹏 正式高飞 今天风力有些许强劲 我所在的这个巨大空旷的训练场 即将要起飞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运输机 运20 现在轰鸣声永远即进 昆鹏 即将 是跨周夜 时尘化训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战术起降 爬升 以色列动作 昆鹏巨大的身形 丝毫不影响他闲时的动作 如果说战斗机是拳头 大型军用运输机就是肌肉和臂膀 是世界军事大国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 作为一款拥有超灵界机 极飞重量200吨级的多用途运输机 昆鹏首飞至今 上高原飞远海跨沙漠出国门 历经九年魔力 大国重器的实力不断提升 戈壁深处 大型装备从U20尾门呼啸而下 空降部队 以令人瞩目的三门四路离击方式 实现快速散架 昆鹏展示出远程直达 重装突击的实战能力 我军战略投送能力 又迈上新的高度 大型运输机最擅长的就是 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 空投训练自然也是 昆鹏日常训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了 我身后这架飞机 马上要开展一场 实战化的空投训练 现在飞行的高度 大概是400米到600米 货物正在出舱 速度非常快 对于大型运输机而言 小剑空投难度相对较小 因为它的载重量大 稳定性强 除了小剑连投 大型运输机还承担着重装空投的任务 像这样的训练是部队的日常 只有大量训练才能换来 大运输机平台投物的精准性 以及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空投和适应能力 实战中运输机部队正是通过大量的精准快速空投 远程快速直达 实现和空降兵部队以及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 共同铸就空地一体的钢铁长城 12个架次的空投训练 紧张有序进行 飞行员们密切协同 客风风力 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多件空投物从数百米高空降落在把镖附近 实现了高精度投放 战略投送能力是衡量运输机打赢本领的一个重要依据 也是体系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我们在日常训练中 将不同形式的空投 作为飞行员的必备技能 进行长大训练 同时突出高原空投 远海空投 重装空投等实战化训练科目 目的就是全面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确保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下 能够实施精确空投 完成作战任务 与以往进行不同 飞行员在保持住原的同时 还要进行自主测锋 自主计算修正数据 自主控制准时到达 自主确定空投时机 实施空投 在进入和退出目标区域时 还要根据敌方火力布设 实施规避机动 因此对飞行员的作战素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刻我在现场看到一架架昆藤 频繁的起将训练 感到非常的振奋了 如果说把一个国家比作巨人 那么空中运输和远距离投送能力 就是这个巨人延伸的双臂 我所在的这个部队呢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成立的最早的一支运输航空兵部队 如今随着国防实际的提升 运输机装备的不断发展 这支部队以昆鹏为意 它的远距离和跨区域投送能力 令人不知 大型运输机的必备技能之一 就是重装空投 也是战略空军的重要标志 重装空投 只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 单件重量在一吨以上装备或物资 由于重装空投时 飞机重心变化幅度大 一直是军用运输机的高难度高风险课目 涉及多项关键技术 十几吨的散兵战车从千米高空落下 着陆顺时速度相当于 从五层楼高度下落到地面的 自由落体顺时速度 降落伞能否在强风及不稳定气流中 正常展开 着陆缓冲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这些系统的工作难度 随着空投装备重量的增加而成倍增长 目前世界范围内 重装空投的极限重量约为十余吨 只有散降系统和着陆缓冲系统上的巨大突破 才能打破这个瓶颈 重装空投的另一难点就是空投精度 取决于飞行的精度和稳定性 投放和散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 如今 昆蓬庞大的机体装配着新型航电系统和电船飞空系统 能够飞得更稳 投得更准 此时夜色正浓 昆蓬的双眼依旧锐利 夜间训练呢 是昆蓬常态化的训练内容 那么它有着先进的航电系统和导航设备 在可靠的系统的支撑下呢 它不断锤炼着全天候全时段 全疆域的机动和投送能力 今天晚上参加夜航训练的飞机已经全部着陆 刚才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的机务工作也已经结束 那么我发现今天晚上训练当中 有一部分的月20它在着陆之后又迅速起飞了 据我了解呢 这在原本的课目当中是没有这样的环节的 而是塔台的指挥员临时设置的 这是为了培养训练飞行员处理特停的能力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大型运行机快速激动的能力 运二龄飞机装备了先进的导航系统和照明系统 尤其是照明系统具备多种模式 可以根据作战任务需求的不同灵活选择 更加贴近实战 连续世界陆克的经典战争 可以看出夜间长途奔袭 实施跨国跨区机动已成为一种常规手段 对战争结局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不列装运二龄以来 多次境外飞行也是在夜间实施 夜间飞行能力已然成为我们必须精湛掌握的飞行技能 实战化训练中 运二龄一次次奋飞蓝天相当震撼 而大国昆蓬还在不断拓展新的可能性 2012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即长春航空展上 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游二龄正式亮相 人民空军高飞远航的关键装备升级换代令人振奋 大国昆蓬到底拥有怎样的优异性能 何以担任如此多样强大的使命任务 接下来我们一起近距离一探究竟 我身旁就是运二龄了 那么他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昆蓬 站在他的边上 我感觉自己真是非常渺小 他的翼展和机身长度都有几十米 几个篮球场都装不下他 同时他的垂尾最高处呢 距离地面有接近五层楼那么高 这是相当宏伟气势凛然 那么他采用的呢 是通常大型具用运输机采用的 悬臂式上单翼结构 两个机中间呢有一个突出部位 那么那就是他的中央一核 他没有安装在机身内部 而是安装在了机身的外侧 这就尽量的减少了他 在货舱的空间 可以提升他装载货物的容量 提升了他能够执行运输任务的能力 和飞行性能 同时他的发动机短舱 距离地面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就可以减少吸入尘土和杂武 使得他在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跑道上 依然能够更好的起降 比如说野战机场等等 运输林庞大的身躯 也给他带来了非凡的性能 他装备着我军现役运输机中 最庞大的货舱 加上四台推力强劲的 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 可以使得他能够一次性装载 我军现役最重的99A式坦克 还能够装载数百名的 散兵或数量散兵战车 国之重器运输林出国门飞远海 已经成为我军跨区作战和 远距离投送重要的实力担当 这是一架刚刚参加过 跨周夜实战化训练的昆鹏 为什么他每次都能以最佳的状态 去迎接任务和挑战呢 这就离不开我们机务人员的 维护和保养 其实啊 作为高科技集合体的运输林 无论是每次执行任务前后 还是日常的停放呢 都需要我们的机务人员 进行非常细密的这样一种维护和检查 我正在对我们的 中性掌握的天线设备 进行一个检查维护 主要首先是对这个 天线的一些安装固定检查 比如说罗宾有没有中洞 这个密封胶桥 有没有开胶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就造纸啊 吸纸 检查就是最前后 有没有小鸟状啊 有这个很张的地方 那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啊 它和我之前见过的 中小型飞机的保养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需要的人手 要比中小型飞机要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运输林飞机非常的好 好在哪儿啊 原来就是大远好 比如说大 运输林飞机它装载空间大 载重大 以前我们需要跑两三趟 才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一趟就能完成 这就减轻了我们维护工作量 使这个任务执行更高效 远呢 使它航程远 运输林飞机它速度大 航程远 现在我们执行长航程任务 这也是常态化 我们可以中途 不落地加油 一次就飞过去 这也是我们的 机务维护保证工作 变得更加的轻松 最后说这个好呢 是指我们飞机的可维护信号 运输林飞机的重要机载设备 都具备这个自检测功能 能够主动上报故障 另外飞机还配备了向中央维护系统 因视频进入设备等一系列的 这个辅助排库手段 便于我们机务官民 快速准确的定位故障 此外 飞机的自主保障能力很强 我们在作战环境下 可以不一透于地面保障设备 就能完成起备保障 这样一款先进的大型运输机 也对机务人员的综合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运输林飞机作为我国最先进的运输机 与我堂所装备的上一代运输机 有着极大的区别 飞机内部各系统高度关联 控制逻辑相当复杂 现代化程度很高 对于我们机务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文物要求 例如我们现在的飞控系统 是机电高度融合的 在出现故障的时候 我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 单纯的去看某一个机件 或者是某一个设备出现故障 我们需要综合分析 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 借助各种检测设备 去对攻障进行定位 运输零能够充分发挥 大国昆仆的强大势力 其实还有很多幕后英雄 每次飞机起飞前 降落后 充电车 加油车等特种车辆 经常保障 专业驱鸟设备 气象气球 提供特种保障 来自运输零设计 制造单位的工程师们 也忙碌在现场 通许部队使用硬件 与部队一起解决工程问题 在运二龄装备之前 人民空军装备的最大型的国产运输机 就是它了 运八 那么运八呢 是一款中型的螺旋桨式运输机 发动机功率呢 不是非常的大 同时机体尺寸也比较小 这就使得它既不能飞得很快很远 也不能装载过多或过重的货物 虽然它非常便于在野战场起降啊 但是整体它的性能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机头采用的是玻璃式的结构 那么前方呢 就是一个领航原仓 那么这个领航原仓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所有电子设别都失灵的时候 它还能够依靠传统的导航方式 引导飞机完成预定的任务 运八飞机采用的还是飞气密的货舱 那么这就使得它的搭乘人员 有可能要忍受高空低温 此外它采用的还是机械传动 那么驾驶运八呢 需要耗费飞行员大量的力气 在它的尾部还配有泡塔 是已经过时的防御措施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运八飞机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国防实力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在它的身后 我们的新生代大飞机正在茁壮成长 运二龄不仅机体更大 还采用了超灵界的机翼 这种疫情和普通疫情相比呢 能够减少飞行阻力 同时还能大量的减省燃油 运二龄的气密货舱和先进的电子设备 使得它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还能够执行长距离的运输任务 它的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和姿态环境传感器 能够让飞机飞行的更加安全和稳定 两代装备的巨大差异 背后折射的是我国电子材料 自动控制等等工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全方面进步 更是我国国防实力的巨大提升 作为一名老飞营员 我有幸驾驶运八飞机参加汶川抗震救灾 向唐抗洪救灾等重大任务 驾驶运二龄执行武汉抗疫以及投重任务 感到运投能力显著提升 也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疫信心 通过两种进行的更新 我深刻感到作为国家战略投赏力量 变化的是装备 不变的是重新使命 借用自协军中列为国 我们一起向保家卫国的自协军中列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力量 这次任务和以往的任务相比的话 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飞的是自己国产的民运20飞机 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整个国家 社会 军队 对人民志愿军忠烈的尊敬 作为民运20机长教官 曾多次参加出国任务 由于机型的航程更远 载容量更大 导航设备更加先进 可以催行各种团下的任务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赴莫斯科运送三舰一桩队 展现了大国空军的形象和风采 我们始终不忘 出新使命 聚焦建设一流 过硬运输机部队 有信心 有能力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当好祖国和人民的钢铁长城 作为中国自主发展的大型运输机 运20是战略性 标志性 引领性装备 它的平台用途越来越广泛 在昆蓬基础上 运越而来的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运游20 近期多次亮相 人民空军高飞远航的关键装备 升级换代 从高原到海上 运游20与空中三舰客联手出击 多次开展空中加油训练 有效增强了空军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 还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